嗨,全世界华语区的朋友们,美国朋友们 每天晚上我都会在视频里面跟全世界华语区的朋友们见面 跟全世界华语区的朋友们用不同的理念,不同的视角 谈中国问题,谈美国问题,谈全世界问题,看世界的走向,看人类的走向 那么在这里,中国病毒是现在这世界上人类世界是最年重最年重的事情 王毅在多次都讲到,不要逼中国打开潘多拉盒子 他这个话的意思是直接告诉美国,告诉全世界 不让中国人为所欲为,不让中国人在全世界为所欲为 不让中国人在美国为所欲为 不让中国人,中国共产党人,中国在美国抢劫,偷窃,杀害美国人 那中国共产党就会投毒 不仅中国共产党会投毒,打开潘多拉盒子 让全世界向美国发动细菌战争 中国共产党人也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 而且是实实在这里这样做 向全世界,已经向全世界投毒 造成美国死亡人数超过30万 造成美国人感染越越超出千万 造成全世界死亡人数超出200万以上 造成全世界感染人数越越超出过亿 但中国人,中国共产党人,中国没有任何的责任 没有任何的代价 那这就是全世界滞长了这个共产中国为所欲为 也就是说全世界在众谋可悔之下 被中国共产党人投毒,杀死这么多人 杀死全世界杀死200多万人 有记载的杀死200多万人 但是中国共产党人,中国人,中国 没有任何的负责任 全世界所有的政治家,所有的媒体 都从来没有谈结过 这些事情都从来没有谈结过 向中国讨还命债,讨还协债 那也就是说中国人投毒 让全世界付出这么大的代价 让他们付出这么大的死亡 感染的代价 那么全世界所有国家是最有应的 因为你们且责都不敢且责 真实这个问题都不敢认识 还谈什么 所以中国人为所欲为,它是有道理的 而且王毅在多次说到 不要逼中国人打开潘多拉户子 中国人现在已经打开了潘多拉户子 既然打开了潘多拉户子 这个户子就关不起来了 全世界朋友们你想过没有? 潘多拉户子已经被打开 已经被中国共产党人打开 已经被中国人打开 已经被中国打开 意思说杀全世界人,杀所有人 消灭世界,消灭人类 这个户子已经打开了 既然这种户子打开 谁能够把它关上? 能够关上吗?是不可能的 就全世界现在的政治理念 政治的诡异 或者说美国政治的诡异 谁也不可能去关闭这个户子 就让这个户子 认其犯了 让这个杀人 这个在全世界认其自然吧 只能是这样了 因为既然这个潘多拉户子 已经打开了 杀人的户子已经打开了 投毒的户子已经打开了 是没有办法再关闭了 没有任何能力可以关闭了 也没有任何能 任何人有这个胆量去关闭了 王毅在说 中国潘多拉户子被打开 他这两天已经说了 在全世界多个国家 多个地区 多个地点 会同时发生病毒 这就是翻译过来 明明白白告诉全世界 中国已经准备好了 在全世界多个国家 多个地点 多个地区定理投毒 那这次投毒到底要是多少人 谁不知道 那么现在全世界所有的华语媒体 还在跟中国这个洗地 还在跟中国掩盖罪行 同时全世界所有华语区的人 不仅跟中国 跟中国共产党人 跟中国人 生怕什么事情欠失了中国人 难道投毒也好 杀人也好 破坏世界规则也好 不是中国人做的 是什么人做的 共产党是一个理念 中国共产党人 中国人 中国就是共产党理念 那么中国共产党人 中国在全世界的泛滥 就是共产党在全世界的泛滥 中国共产党人 中国人 中国就是中国共产党 就是中国共产党人 这个没有意义 所有华语圈的朋友们 还在 不管他是美国人 还是哪些国家的 凡是讲华语的 不管他是哪个国家 他们都在为中国共产党 为中国人投毒而掩盖罪行 他们说 还在怀疑 是不是从武汉泄露 什么叫泄露啊 明明是投毒 明明是西云战争 还偏偏说是泄露 还是拽出 还是露出来 还是意外的 就凭常识 明明是中国投毒 全世界华语圈 还要为中国人洗地 还要为中国共产党人掩盖 还要为中国人开脱罪责 那这些全世界华语圈的 所有的媒体 不管是大媒体 小媒体 或者团体 或者组织 或者共产圈子 或者共产党以外的圈子 这些人都应该是人流的敌人 都是美国的敌人 都是全世界的敌人 也就是说 明明是中国共产党人 中国人自己投毒 向全世界发动西军战争 还要为他们明曰教区 还要为他们开脱罪责 那你不是人流敌人 还是谁呢 当然人流愿意死 愿意不承认 那是人流的事情 我们在这里用不同的观念 不同的视角 不同的理念看问题 是告诉人类 告诉全世界 我们在这里是说真话 不是说假话 当然人类都喜欢听假话 特别是中国人最喜欢听假话 中国人是一辈子 几千年来生活在假话之中 生活在真空当中 比如说中国人说的 比如说这过年嘛 就是说 新年快乐 明明新年是不快乐 明明吃饭都吃不起 明明受共产党打压欺负 还偏偏要说快乐 不管见到什么人 都要受过新年快乐 恭喜发财 特别中国人 如果恭喜发财 是最恐怖的 最邪的 中国人为了钱 是不惜以其代仰 都要去 或者钱财 不管这个是杀人放火 只要他能够搞到钱 他都对的 这是中国人 也就是中国人的理念就是 坑蒙拐骗 耳音我诈 杀人放火 只要他搞到钱 只要他搞到政权 他就是对的 也就是从立法则 成者为王 成者为王 败者为寇 也就是 谁打了人 谁是老大 也就是 共产党中国人 跟这个 中国人 和盟 建立了一个 专制协议的国家 他们占领了中原 占领了这个国 这个国家 他们就是老大 他们想干什么 干什么 历史往往是统治的书类的 所以中国 说他是 什么唯一正确的 光庸伟大 等等的 这类似的 这是他们自己说的 但他们自己说的 问题是全世界所有的 华语区的朋友 还为他唱战歌 而且全世界所有国家 还要去拥抱中国 这是最恐怖的 明明中国人 中国共产党人 中国是一个 专制协议 恐怖的国家 人是人类的 这个最大的 灾难之源 是这个 破坏世界规则 摧毁西方 消灭西方 颠覆西方 的这个 共产中国人 为什么全世界 还要拥抱他呢 当然资本主义国家 想到的是钱 你想到中国共产党人 中国人 中国的钱 那中国人 想到你的命 中国共产党在中国 建立这个国家 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 从那天起 美国就是中国的敌人 在中国人人皆知 美帝国主义 是纸老虎 一定要解放全人类 这是共产口号 美国人是 生活在水深火河当中 这都是中国人的口号 现在美国不仅是 在中国宣传 美国不仅是 吃不起饭 穿不起衣 而且病毒那么联众 死了这么多人 比中国联众多了 这都是共产党的宣传 那美国是这样吗 不是这样 我们是来自社会主义中国 我们是最清楚 美国是什么样的国家 中国是什么样的国家 在中国 在中国的中国人 连说话都不敢说 都受到监控 你还是人吗 你还能做事吗 中国人可以说 在中国足足备备 几千年来 从来都不是人 那我们来到西方 是现实的一直摆在这里 我们在西方 生活的几乎是 享受着西方的民主自由 协政人权平等 在法律面前 人人平等 我们非常知道 西方是个什么样的国家 我们在这里生活的 无忧无虑 风雨着水 想吃什么 想穿什么 都有 都是可以消费的 那美国是 中国人说的那样吗 不是 但 中国人就是相信 美国人 生活的很艰辛 而且 特别是在西方的中国人 他们是完完全全是这个维护中国共产党的共产中国人 颠覆美国的一群 讲中国话的华人 或许还有一部分讲英 讲英语的这个美国人 或者是西方人 他们是被共产党人收买 这个世界已经变了 已经变得不可收拾了 现在美国的政治也非常的这个诡异 中国的政治也非常的诡异 最近 习近平贴贴喊要打仗 准备打仗 随时听从指挥 跟谁打仗 跟全世界打仗 跟人类打仗 也就是说首先要消灭美国 解决美国的问题 这是中国现在的目标 那么美国准备好了吗 美国虽然是用武力不能全世界所有国家加起来 也不是美国对手 但是美国人是一个讲契约的信仰上帝的一个国家 他们不会轻易打仗 不会轻易杀人 但是中国呢 中国会随便杀人 或许 美国人就死在里 对一个专制邪的敌人 对人类的灾难之源的敌人 去讲信誉 去讲契约 还有跟他活着 或许美国人 西方人就死在这里 特别是现在欧洲 现在欧洲 现在共产党 现在是一夜一夜一夜 现在欧洲整个欧洲 有跟中国签订了这个贸易协定 这是什么意思 欧洲在救社会主义 在救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 杀了这么多人 不仅杀中国人 杀了几个亿 而且还杀全世界的人 而且中国病毒在不断 中国在不断投毒 让全世界感染 让全世界感染病毒 让全世界受中国的这个戏运战争的摧毁 颠覆残杀 折磨 但欧洲 不但不去征服 摧毁中国这样一个 全世界最邪的帝国 还要去拥抱他 还要跟他贸易协定 你去跟他贸易 不是就是送他的钱吗 送他的钱 他就可以利用这个钱去摧毁你 去杀害你 去颠覆欧洲 欧洲走到这一步 这个世界就已经结束了 美国今天也走到这一步 那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全世界都看到美国 美国是世界的明灯 世界的灯塔 美国都站不住脚了 美国都去拥抱中国了 美国都不讲道德 不讲理念了 美国都要去跟中国合作了 那其他国家也是这样 因为其他国家 从现在来说是无法抵抗中国 只有美国才能够解决中国问题 因为美国是中国人 因为中国是美国人养大的 是中国共产党人是美国人培养的 那么美国继续去培养中国 继续让中国人 中国人干坏事 让中国人向全世界投赌 那全世界怎么看 所以欧洲的人上 跟美国也有自己的关系 现在美国的确是积极败退 这些年来美国说的话 全世界可以听 可以不听 基本上都很难听美国的这个安排 美国的这个明灯 美国的影响力 确实也是在进一步的下降 当然美国也不需要伟大了 美国也不第一 也不再次伟大 因为现在美国人不喜欢川普 不喜欢川普 那么川普提出的美国第一 美国再次伟大就不存在了 那么不喜欢川普的人 他提出一个什么 提出一个跟共产党双议 他提出一个多元化 让共产党继续和美国合作 那美国就当然不是第一了 共产党人他当然想当第一了 想消灭美国了 这些事情是 现在国际政治是非常的诡异 非常的恐怖 我们是看着眼里 到底美国要怎么走 人类要怎么走 共产党也要怎么走 实际上很多精英们他们是清楚的 只是他们不讲 让这个世界乱下去 让人类被摧毁 中国不仅投毒了 还天天提起黑弹 威胁美国 要消灭美国 摧毁美国 而且还声称要摧毁这个地球 要炸毁这个地球 让这个地球永远飘扬在 飘浮在 这个黑暗的宇宙之中 让地球永远在 这个 宇宙的黑暗当中的话 飘浮 不管中国人能不能做到 他们有这种想法 这么说法 提起黑弹来威胁美国 就够恐怖了吧 够邪了吧 但全世界不在乎 OK 既然都不在乎 你付出代价 不是应该的吗 不是正常的吗 所以如果现在人类走到 已经走到了尽头 国际政治已经 已经非常的诡异 美国的变化 真的是变化很大 或许再过半个月以后 就黑字洗在纸上了 就铁板钉钉了 不管是共和党折政也好 民主党折政也好 美国的走向 美国的倾向 都是难以挽回的 也就是说全世界的走向 已经是不可救药了 美国都完了 全世界不完了吗 我们的希望 希望美国回到美国价值观 回到美国价值领域 保证美国人民的生活方式 就是希望 已经是希望 从现在来看 不现实 所以现在的问题是非常厉重 现在中国是随便耍全世界 随便耍美国人 美国人都认可 中国人在技术投赌全世界 在技术投赌全世界 技术杀美国人杀全世界 西方人也认可 这个人类不就完了吗 人类不就这样了吗 既然大家都不怕死 那死有什么关系呢 那死就是一列自己的事情 死活都无所谓了 比如说 当然我们希望这个世界 还是充满着阳光 但是这个希望原因是希望 今天是1月4号 5号美国这个选举还有一些变数 6号可能还要最后认证 到底谁折掌美国 可能6号就已经拍板 不管美国两党谁折掌美国 谁折掌美国 都难以解决 现在美国出现的美国价值认同 和美国人 是否认同美国的问题 认同认不认同美国的危机 不管是哪党折授 不管是蒋白丹也好 民主党也好 不管是川普也好 还是共和党也好 都不可能解决美国的问题 同时也不可能解决全世界的问题 更不可能解决中国的问题 那么怎么办 虽然美国现在还 趁美国还没有彻底死亡 美国是有能力解决中国问题 有能力解决全世界问题 或许美国人不愿意 那么用什么方式呢 就是摧毁中国 就是解体中国 解除中国的武装 让中国成为 解体成几十个国家 上百个国家 那美国就安全了 人类相对就安全了 同时还要解体 这个汉民族 解体汉民族 本身汉民族就不存在 只要是一个十 十三亿十四亿 或者是十个亿以上的 这个所谓的华语缺的汉人民族 还存在 美国人和全世界仍然不会有安全 必须解体这个民族 这个民族本来是不存在 必须解体中国 必须挖掘中国 消灭中国共产党 我们就是不说消灭中国人 就把这个民族解体了 不存在的是什么汉民族 世界上没有这个汉民族 中国人从头出起 中国人真的就这样就结束了吗 是的 就这样结束了 中国人就没有出路了吗 有出路 中国人 中国共产党人 中国人 中国必须向西方投降 认识到这些人来 破坏事业 摧毁事业 颠覆美国 颠覆全世界 颠覆西方 犯了巨大的错误 认错盗窃 盗窃 赔款 赔命 这是中国人的错误 如果中国人不愿意这样做 还去掩盖 还去开脱中国人的罪质 难道人类就不会算账吗 难道这个世界上最后就留下 仅仅只留下中国人吗 那不会吧 这个世界的建立 这个世界的哲学的建立 难道是你中国人建立的吗 不是 no 建立这个世界的哲学 是美国人 是白人 是西方人 现在白人没有说话 如果一旦白人说话 可能中国人就结束了 好吧 今天我们就谈到这里 北帖我都要跟朋友们交流 每天我都要订阅我的频道 帮助twitter 收藏我的友好作品 thank you so much 都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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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来说 都来到 Must 都来到什么 那是什么 都来做 到什么地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